我是泰林公司的工程师 这次呢,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试波器 试波器呢,是经常用于量这些电子电路元件啊 还有一些电路里面电压变化常用的工具 那对于初期者而言的话,试波器它功能很多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会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使用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会为各位分别介绍如何使用试波器 让大家快速的可以了解试波器怎么使用 然后可以很快的上手 反正来新的试波器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先对电压的一些环境的电场 做一下校正和修正 一般的试波器呢,我们都会附上 我们的一个校正用的那个测试讯导 把它勾上去了之后呢,简单一点的说法就是 我们按一下HOTO 自动 让试波器自动去搜寻讯导的频率啊 跟电压报文,它就会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时候各位看,这个提供的是帮波 但是呢,现在显示出来却不是帮波 怎么办呢 试波器的那个侧帮的表头这边呢 它这边有个旋钮,可以让我们调整它 让把它这一个电场效应给修正一下 来 我们现在把它调的这样 比较接近方波了 但是如果要看得清楚一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 时迈再调的快一点点 这样看起来 现在就比较直 OK,我们现在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校正 再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量测 来测试看看 现在我们就用电源供应器 来为大家示范试波器 怎么看电压的变化 电源供应器呢,故意的在电源供应器里 注意它它有四颗旋钮 就是电流出条微条 电压出条微条 那你要电源供应器去运作的话呢 你就给它一点电流 好,我们给它一点电流 再来调整电压 给它一些电压 那我们先 我们就先调整 1伏特给它 好 1伏特整 01.0 就是1伏特整的电压 电流呢,都是0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测电压的时候 里面主抗是理论上是无限大 所以呢,电流基本上是不会有电流 也是非常的小 那你就会看到 我们示范器上面显示 会有一条,这条线就变到 1格高 1格高它下面有注 就是1V 表示说每一格有1V的意思 好,那我现在呢 为各位介绍呢 电源供应器 瞬间供应的时候 多久会打稳压 怎么测试呢? 首先呢 我们先把电源供应器给 关掉 断电 好,电源供应器断电 你看电压这样降下来 那我们这一次的 故委试破信呢 我们可以按下这一颗按键 然后并且调整好 trigger 好,就触发 我们触发只要0.5V的时候 就把它触发好来 好,它这边会有写 这边 调到500V mini V 也就是说呢 等下它高过0.5V的时候 它才会触发 让螢幕 让视波区去抓电压的变化 好 等一下呢 注意刻意 它中间有一个 三角形在这边 表示说 你这个做了时间的基准点 当 trigger一被触发的时候呢 这一个 三角形表示 右边 表示它凉色道的电压 左边表示说 它之前凉色道的电压 好 现在各位测试了 3 2 1 ok 因为呢 它凉色道的一个突破站 所以呢 它立刻就抓到了 然后我们时间呢 因为给的不够 宽 所以呢 我们只测到了 两个瞬间突起来的突破 我们现在把时间给调 短一点点 时间我们现在 调到 20个mini second 每一个为20个mini second 来做一个测试 还是一样 我们 把它Ready 并且设定单次出把 好 我们先来看 3 2 1 ok 这个时候各位就看到 这个线 它 到这里的时候 瞬间有个突破 让它抓到了 然后整个 过了一段时间 就开始平稳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说 诶 这段 从零 到它平稳的时间 经过了多久呢 我们可以 首先呢 先把我们时间给缩短一点点 好 再透过它的量测功能 来设定它 这是它平稳之前 然后 十平公标 转大一下 另外一条线 好 这边的数据就会告诉你呢 这一个电源供应器 送件的瞬间呢 它花了 30 79 mini second 才从零浮 开始稳定到 它的 那个电压来 好 所以它时间大概是这个样 可以看得出来